男人取下女孩嘴里的镣铐 逼着他一杯接一杯的喝水 等女孩憋到小腹胀痛时 将准备好的尿盆踢到他面前 女孩祈求男人转过身 男人假装答应 其实只是退后了一步 接着他又开始给女孩喂食物 女孩只能心惊胆战地配合 可等着他的是更极致的羞辱 他被强迫站到箱子上 双手被男人高高吊起 薄薄的衣裳也被撕死 最后一脚将箱子踢飞 变态男竟然叫来老婆围观 鞭子一下下狠狠抽打在女孩身上 等他过足了手影 竟然将女孩的头锁在了木箱子里 女孩绝望地呼救 变态老婆在楼上听得清清楚楚 他的内心备受煎熬 最后还是忍不住来到地下室 女孩抓紧机会向他求救 但老婆只是沉默 每次男人去折磨女孩时 他都戴着耳机装聋作哑 自欺欺人假装听不见 他知道这是犯法 是错误 可他深爱男人 不敢也不舍地离开他 另一边女孩的家人发现女孩失踪 已经到警局报了警 这天男人在工厂上班 老婆突然来厂里找他 原来老婆怀孕了 但男人并没有多惊喜 或许在他的变态人生里 从没期待过孩子 而且没过几天 妻子又摔断了腿 男人觉得需要有人来做家务 于是带着老婆去跟女孩谈判 用女孩跟姐姐的合照威胁 如果女孩不听话 就把他姐姐抓来 逼着女孩牵下了卖身器 自此女孩的住处升级了 变成了睡在大木箱子里 白天男人给他带上奴隶环 对他展开了一系列非人训练 男人一声令下 女孩麻溜脱下身上的衣服 双手高高举过头顶 男人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从此女孩成了男人的女仆 时不时还要受到女主人的刁难 但他一点都不敢反抗 这天男人外出归来 热情的邻居询问 他家里是不是多了个女孩 男人意识到该搬家了 这时妻子的肚子已经很大 在他们搬新家的这天 妻子开始生孩子 女孩在床下的木箱子紧张地拼着 等妻子生完 男人把女孩叫了出来 让他看了看新出生的孩子 还让他抱了抱 抱完又让他爬回床下的木箱子 女孩每天有一小时时间出来做家务 做完就在一旁等着男人吩咐 妻子随口挑拨几句 女孩就会挨一顿鞭打 由于妻子要照顾孩子 男人决定带女孩出去干活 许久没出门的女孩很开心 遇到路人 男人特意停下车跟对方打招呼 他非常自信女孩不会求救 果然女孩老老实实 原来男人是带她来砍柴 女孩乖乖地帮忙搬木桶 丝毫没有逃跑的想法 哪知男人突然发出惨叫 原来他不小心砍到了脚 女孩回头看着来时的路 这一刻他心里在犹豫 可当他听到男人的呼喊 立即扑过去帮男人处理伤口 不得不说这脑袭的真成功 回到家女孩帮男人清洗伤口 妻子看到心底非常不高兴 强硬地将女孩赶走自己接手 结果发现男人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意识到男人变心了 跟男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为了安抚妻子 接下来整整三年 女孩都被关在箱子里 每天只有早上能出来到尿盆 直到看见已经长大的小女孩 她才意识自己被关了好久好久 女孩被一对夫妻囚禁了 整日关在他们床下的木箱子里 终于这天男人一家出门旅行 女孩在木箱子里无人问津 她绝望到开始产生幻觉 剧烈挣扎之下 竟然把木箱子踹开了 男人回来立即发现女孩不见了 但她并不担心女孩逃走 反而开始在家里找人 果然在洗手间找到了她 经此仪式男人更加确定 女孩被洗脑成功 开始劝说妻子接纳女孩 她也该给女孩一个名分了 妻子知道自己拒绝根本没用 只能每天难受地 听着男人跟女孩甜甜蜜蜜 还一起哄他们的女儿玩 这些妻子全都忍了 没想到男人竟然将女孩送回了家 让他跟家人团聚几天 自己大大方方跟女孩家人打了招呼 然后非常放心地离开了 女孩谎称之前失忆了 最近恢复记忆才想起来回家 不管家人怎么追问 无法回答她就说想不起来 一丝一毫也没想过出卖男人 男人来接她时更是无比配合 甚至也想给男人生个孩子 男人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没想到这话正好被妻子听到 妻子立即开始收拾行李 一秒也不想在这个家待下去了 女孩不理解妻子的决定 一家人不该整整齐齐吗 妻子的离开对男人打击非常大 女孩成了她的发泄对象 被她关进了地下室 女孩在地下室里瑟瑟发抖 却不想妻子突然回来救了她 并告诉她一个残忍的真相 原来之前还有一个女孩 被男人折腾够弄死了 还是妻子陪她一起去埋的尸体 最后妻子把女孩送上了大巴车 即便他们都选择了远离男人 却谁也没有举报她的罪行 因为两人都被洗出了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本片虽然离谱 却是真实事件改编 世上没有以爱为名的伤害 也没有什么比安全和尊严更重要